穿穿條紋上衣 腳踩假腳脫 不懷好意上門 後頭緊緊跟著身材鬼舞的男子 敲了敲門 屋主終於來開門 兩人走進去之後 A 後頭又跟上了三名男子 真的是來鬧事打人的 手上一隻 我覺得那是電視放到 阿姨又去我們家的椅子 他是整個打你一隻 他們都很難過 煞心上門一陣狂打 短短五分鐘時間 屋主被打得全身挫傷 腦震盪 打得多嚴重 悄悄其中一名男子進門前 疑似把棍子藏在袖子裡 打完之後還蹲在被害者家門口 把打歪的棍棒給喬正 真的是很囂張 被害者不隱忍 馬上報警 這位野蠻女友姓周 已經51歲 是被害者的老闆女友 被害者說 她承攬台鐵高架工程水泥施工 因承攬工家工程必須上課取得工作證之後 才可以上工 不料這位野蠻女友 擅自將她的工作證拿給其他 未領取工作證的工人使用 被害者告狀 竟然就被報復打傷 報復打傷人後 女子竟然就避不見面 袁警只好以傷害罪寒宋 被害者說 希望老闆的野蠻女友敢作敢當 別再躲了 借廉家慶台中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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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